발� Cee Reviewer 資料理會員 前半場部位就是由我来出責 下半場面的部分就是由崔津老師来 Clyde Chalk 你至少在我的身份 在我右手邊的小青森梁教授 是动漏学的一系列教授 我們非常傑出的年輕的學者 是未來的明日之夕 謝謝 主持人林老師還有這個崇老師 還有其他各位先進 各位公園的同學 大家早 今天很開心能夠在一年一度的理髮點 在這邊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那當然一方面很高興 一方面也很讚讚景 因為旁邊是我們這個 其實身份環境 這個非常非常有盛況的老師 如果有講得不好的地方 請退位女生都可以多多個指證 那我這個的話 基本上以一格來講 他並不是一個很有爭議的法律的問題 基本上如果以一格來講 他會比較偏向是一個家庭法證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 事實上的夫妻 當然這個在早期的話 在早期的話 特別是在這個學說 兩位老師應該都很急性的問用 或是這些報名的一些文章 其實對於事實上夫妻的一個保護 都還蠻算 暫停的問題算蠻完善的 那 這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當年想說 在床間把這個議題拿出來 來解釋看看 是因為其實自己 身邊你有剛好有這樣的一個情景 負責備 有一天這個他太太過世了 他突然打來過問說要不要借錢 那我們想說奇怪 你不是一個在台北局開這個大公司大公廠的人嗎 怎麼會太太過世的突然說 他沒有請去幫他辦這個聖略事 後來他才談到 所以其實他們 30年前都各自有異議 但是都各自都離開了 然後他們兩個就後來有 某種關係他們就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30幾年來 他們其實是沒有 法律上的一個父親的一個名分 那 當然他就覺得說 他把他所有的錢要收益 全部都交給女生去管理 所以至於說他到最後 當然他請他太太過世的時候 他很容易他都沒有辦法去幫他處理 然後幫他這個帳戶 什麼事情 因為畢竟他並不是法律上所講 婚禮關係保障之下的一個父親關係 所以呢 到最後他可能會只剩一個 這個119條有關這個 異展桌體這法律的一個請求 那當然這個異展桌體 他帶有這個濃厚的這個 死後扶養的一個狀態 所以從這個部分來講 是不是說我們能夠去罷障他 可能這個 曾經不被法律承認的這一段 一個關係的一個付出 當然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今天就簡單來跟各位 報告一下有關這一方面的一個問題 那首先我們有一個問題 意思就是說 到底 我可能要先說明就是 我在這邊所討論的事實上的父親是 僅止於 在不衝擊現行一夫一氣制以下 僅止於就是一男一女 而且沒有跟別人有其他的 婚姻關係的這個 所謂事實上的關係 那當然這個在國外 也有很多人把它稱為同居 那同居的話 可能有一些國家 他有保障的是異性的 或者說連同性的也保障 那我在這邊單純就是指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這個異性的 異性的這一種 事實上的夫妻的一個關係的存序 那台灣到底有多少人 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關係存在 有個社會學家 他社會學者 他去做了一個 他自己也承認 他不是一個很精確的一個估算 因為畢竟台灣的戶籍登記 還有這個婚姻的這個登記 他沒有辦法很明確地去看出 到底有多少人存在著 這樣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同居 或者說這個事實上 夫妻的關係 那估算 他自己也承認這個不是很精確 所以他說 大概在75到80之間 當然這個比較資深的這個學者 他們就會說有這麼多嗎 另外一個比較年輕這一塊 就是說有這麼少嗎 所以不管是多是少 這個都是一個我們這個去考慮 這個去正式的一個社會 社會現象 或者是一個社會事實 那當然在我們這個 這麼多年以來 對於這個所謂的事實上夫妻 對於這個公私裡面 當然我們在公寧裡面這邊 已經有透過這個家庭暴力防治法 把它採取是一個像家庭 所有的家庭他擺脫了這個 傳統上民法 這個一定只是一夫一妻之下的這個污免 才算是所謂的家庭 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這邊呢 所採取的是有這樣的一個提供給一個遮風壁 這樣的一個家庭的功能 裡面的這一些組成分子 都應該要受到適當的一個保護 那當然這個是比較涉及的 這個是有關人身安全的一個部分 這個在公領域這一邊 那至於在私領域這一邊呢 裡面來講都是維持著這個民法的一些 一些比較這個固定的這個定義跟規定 就是要維持這個整個這個一夫一妻 為了避免說不要去破壞這個整個社會秩序 這個是在公私裡面呢 他做出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劃分 那大法官的會議 事實上在早期的話 我想這個聰明法 還是從我們這個固有這些傳統以來 這個一夫一妻的確像在242號 365號這邊呢 都不斷的去重申說 一夫一妻呢 他的一個價值跟重要性 甚至於說 為了這個 維持這個社會秩序 所做的這些限制呢 都是不違憲 都是屬於一個可以被接受的一個狀態 而且呢 一夫一妻呢 已經被形作成就是維持社會秩序 所必要的善良的一個婚姻制度 這個都在這個相關的解釋當中 這個都看得到 那是不是說 大法官就一直就是堅持 所謂的一夫一妻 後來我們的觀察 我們的觀察 他在後續的一些 一些這個大法官會議解釋當中 他從形式上呢 他其實偶爾不是偶爾 也曾經跳脫出這個 一夫一妻的這個框架 從形式上 他其實 當然他是為了要解決那個 重婚的這個問題 不過呢 在那一些 這個362或者是552號的這個解釋當中呢 這個重婚的禁止案件當中 他也曾經啊 用這個後婚啊 他知道後婚呢 當然後婚對於前面在講 後婚變成是重婚的一個狀態 可是他也 正式的這個社會事實去認為說 後婚他其實有一個長期共同的生活事實 圓滿的婚姻生活 即便他可能是後婚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他也稍微去突破了這個 跳脫了 從形式上來講 去跳脫了這個 一夫一妻的一個框架 那當然後來這個 有透過這個 立法去解決 那我覺得這個 當然最主要就是要告訴我們說 雖然一夫一妻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但是他有時候遇到一些 像這個三六五的這個社會事實發生的時候 他不可避免的 他還是會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去發生 那後來在實質上呢 他其實他也不那麼堅持 所謂的這個形式上的一個一夫一妻 特別是在647號 有關這個夫妻之間的這個正義學 都被免稅了 夫妻之間的正義學被免稅 那當然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是一對名人夫妻 那他這個遺斬稅的這個 可能要被課的種 將來可能性來比1億多 那他也有一個 這是一個事實上的這個 同居夫妻關係 也存續的有可能有二十幾年 因為這個是一個社會上的名人 那當然在這一號解釋當中 他還是明確的 形式上去捍衛了所謂的一夫一妻 這樣的一個 長久以來所建立的 特別在大法官會議自己也強調 這是一個制度性的一個保障 當然他就是說有陪有之人 這個可能有小三關係的 這個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都不予於保護 這個也是我的一個 個人的一個看法 我認為說這個 所以我才會說 我在這邊所談的一夫一妻 也是單純是這種第二種 這種沒有任何其他婚姻關係 兩個就是單純的一個 像主觀上有夫妻的一個 生活意識 那客觀上有像夫妻一樣的 生活事實的這樣的一個結合 所以從647來看 他事實上他並不反對 並不反對 他只是告訴你說有待立法解決 所以剩下的就是立法的這個問題 三軍大法官在這一個 587當中他也是去承那種 婚姻關係以外的這個 像這個 勝負可不可以提起婚生否認之術 所以這個他 其實他在這個 知道說在形式上去堅持立法會議 但是他不可拚免的 他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一些社會事實的一個發生 所以通常他對這些態度 他都是採取這個不反對 但是就是要去立法解決 他並不會是直接去宣告說 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是完全不保障 那這個大概會影響到我們 很多的這個 食物上面判決的一個態度 那食物上面對於事實上 夫妻這幾年的這個整理 但至少有一下這幾個 或是大概就找這個 最高法院哪有高的法院 這個比較有代表性的這幾個 各位做一個報告 首先就他們這個婚姻關係 存序當中的這個常常關係 基本上他都不允許 基本上他都不允許 所以他也不會讓你去類推 這個夫妻財長 甚至有些要透過為人關係 去拿一些報側的 但這個情況 都被食物上面否決掉 和我關係 建議登記表現代理 這個他都幾乎都不給你 不給你承認 而且採取的都是比較嚴格的 這個證據法則 事實上 我們知道在這一些 契約關係當中的成立 並不盡然全部都是要事 有些可能他就是口頭 就是諾證 可是在法院的判決當中 都是非常嚴格的就是 採取那一種基本是口頭 你要把證據拿出來 可是在很多可能不是 事實上夫妻的這個 關係的這個主張的時候 他可能就沒有這麼嚴格 所以從這方面來講 這個在一方死掉之後 大概就也截止剩餘 這個遺產桌井請求犬的一個行使 就是變成他唯一 唯一可能可以跟這個被寄成人 當然他不是他的被寄成人 就是對於這個死掉的罪方的財產 可能還有機會去達到一些 什麼的一個主要的依據 那事實上這邊呢 這邊的話 當然他在食物上的這個行使 他甚至於去類對1148-1 把這個兩年前的這個證據 他都已經有受過那些證據了 所以他就不准再去行使這個遺產桌井 而且這個我們知道1148-1 他主要是一個交易安全的一個維護 他這個跟他去類推 他就是類推說有沒有這種像這種遺症 通常我們在食物上 當然你有接受遺症 你要再行使這個遺產桌井請求犬 就會有相當的一個困難 但是在那個台南高分店的這個判決當中 他就去類推1148-1 這個1148-1說這個的話 不可以再讓他主張遺產桌井 事實上我們知道遺產桌井 當然在這個最近公布的這個草案當中 有改成說要限定這個生活困難 那當然這個有有人去提出來說 那會不會 會不會間接的去影響到 類似這樣的一個夫妻 事實上夫妻的一個關係 到時候要主張要變成一個生活困難 那生活困難當然沒有那麼容易的主張 不過在104年最高法案也有一個 有關遺產桌井請求權行使的案子 如果你本身還有其他的這個服養 服養這個義務的 這部分是不會去影響 你的這個遺產桌井請求的權益 那未來真的這個修法通過之後 是不是會維持這樣的一個標準 這個我們當然是認為 應該是還有觀察的一個空間 所以在現金法來看 大概就只剩遺產桌井可以去加一請求 那在婚姻的一個身份效率上 事物的判決就又不一樣了 他就覺得說 你既然要像夫妻一樣的生活 那就他就開始去類推了 他在有關財產的關係這邊 他都不讓你類推 可是在有關這個身份效率的一個發生的上面 他就一直遵循類推 對我們的婚姻關係的夫妻裡面的這些權益義務 所以呢也類推夫妻 夫婦扶養 甚至包括他方的這一個父母 這個可能不是一個婚姻的 也都有婚姻的一個義務 那要主張婚姻管理的時候 這邊的話他也就能說這個是婚姻 這個你不可以去主張 這個是婚姻管理 那至於說這個肯定家務勞動 裡面這個家庭生活費用 因為我們大概後來把它改成說 這個沒有出錢 你在家裡從事這個家務勞動 也可以成為這個分擔這個 這個家庭生活費用的一種形式之一 這邊他還是可以類推等等 所以呢在這邊來講 其實在婚姻的身份效率上 事物判決其實已經告訴你說 他們其實就具備一個家的功能 只是法律上就是很堅持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那既然沒有規定 為什麼在家的功能這邊呢 你就說你可以去類推 可是在財產關係這邊 就嚴格說你不是夫妻 所以就什麼都沒有 那這個當中的標準 到底是怎麼樣 當然是值得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那我現在他們就 舉兩位比較熟悉的立法 有去參考一下說 他們怎麼去處理這一塊 那在英國的話 這個在這個關係還沒解消之前 他有可能是透過信託 還有所有人禁法 有這樣的一個法制 去規範他們在一起當中的這個 財產關係 那可能礙於我們的信託法 那當然我們沒有說 這個所有人禁法 這個規定 所以在試用上 可能有這樣的一個過準題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至少他們在處理 這個他們的關係解消 之前的財產關係 他是採取比較積極的 他不會就是覺得說 你不是法律上的福氣 所以我就盡量剩個都不典 那在死亡的時候 死亡的時候 當然在現行的規定裡面 他不是繼承人 所以他也不可能 透過繼承的一個關係 我知道英國這個是採取 子丁丁激憤的一個國家 那有立有異屬的話 就尊重這個被繼承人的名字 就按照異屬的分配 但是預計好的時候 他可能就分給人 那不好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落入疼下 他可以去主張這個 家庭積養的一個費用 有點類似我們的這個 遺產著景 那如果沒有遺屬的話 本來法律就不會分給你 本來法律就只會依照 他們的遺產分配法則 所以這個時候 事實上呢 父親呢 他大概就 這個是他們的這個 遺產的一個分配法則 只有在這個表上面的人 他才有資格去成為這個繼承人 這個表大概就 配偶啊 子女啊 其他的這個 悲慶祖啊 父母啊 他這個數據下來 在這個列表當中呢 才可以去 運用這個次序去 加以分配 沒有在這個 列表裡面的 通常都會去 列入這個分配 那如果沒有在這個表裡 他就只能透過這一個 有點像我們的 1149 1149 那這個的話 他基本上沒有設任何條件 你只要你覺得 他給你太少 或者他沒有給你 你都可以去主張 那當然 在我所知道 他們對於這個判決 這個來請求的人 那法院呢 當然也會考慮說 他到底有沒有資理 或者是說 像我們1149 考慮說他到底有沒有生活困難 或者是說 陷阱還沒通過法律之前 可能還在爭執的這個 不能維持生活 或是無謀生的能力 等等這些樣子 那 就我所知 他的一個思維 是只要你不是太有錢 我就會給你 那這個相對以下 對我們未來 可能會通過了這個 必須要限定生活困難 這個是兩個層次的一個 一個是最上限 一個是最下限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只要說 你不是真的太有錢 你還要來主張 其實他還是會給你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也是一個過渡期 因為他其實也承認說 這樣的一個 事實上的夫妻關係 在他們的痛苦 能夠比我們還多 比避難三更高 他事實上 他也有某種程度 再去承認說 我不能說 你這個事實上夫妻的生活 因為沒有經過婚姻 法律的一個認證 就會認為你們的生活是假的 你們的煮的飯都是假的 你們所掃地 你們所夫妻之間的 類似夫妻之間的生活 全部都是假的 而不予以評價 所以他也有想要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 在他們 現刑法還沒有突破之下 盡量去給予事實上的夫妻 一個財產上的一個保障 所以他們最近你有提出 2013年有提出一個草案出來說 他要把這個 事實上的這個夫妻 當然他們不是講這個 他直接講這個同居者 就是直接把他放入上面的這一個 遺產的一個分配表上面 讓他有機會去取得 不過他還是很嚴格的限制 不可以有其他的問題關係 因為他還是想要維持這個 比較單純的這個一夫一妻子 不要去造成過多的這個社會動大 不然的話 那真的會去肌耐到原本 這個所要堅持的一夫一妻的 這樣的一個形式 另外呢 他也 朝案當中也是要賦予他說 可以直接去 依照上面的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遺產的分配去分配 不需要再向法院去透過類似 像我們1149條這邊的一個請求的分配 因為他覺得說他可以基於他的那個 引態度他的所有權去主張 而不是像很類似遺產助理請求權這樣 說請你給我什麼好嗎 然後還要被法院限制很多 說你可能不可以 不可以過得太好 不然的話你 因為那個是我們法治的關係 認為它是一個時候撫養 那其實他這一個 這一個家庭積養費用 他也是基於一個時候撫養的一個概念 但是因為他們對於時候撫養 他們對於撫養他通常都只有規定說 合理跟不合理 那合理不合理當然是一個 更抽象的一個概念 他並沒有像這個 上文線心法這樣的一個 在操作上這樣的一個限制 那另外的話在紐西蘭跟澳洲 這邊是就全面承認 就全面承認 你只要有可能三年以上這樣的一個 一個正式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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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的一個同居關係 而且他必須限定是在他的澳洲 他的領土裡面發生的 事實上的一個同居關係 他才要去承認 不是這個地方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說 你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 然後到後再說 你要主張他不承認 因為這個他是基於他一個主權 承認的一個立場 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他考慮的一些重點 當然有這麼多 他的長度 他的一個經濟依附程度 他是不是在這個 像這個 事實上夫妻存居關係當中 他的一個經濟依附程度 是不是也建議了某種程度的性 來保護 所以他如果 都通過這一些的考驗 這個大概是一個中文判斷的一個 一個考驗 所以如果有的話 他就會像右邊這一邊 失望還有關係消滅 他不僅包含失望 他連你這個關係解消 都會讓你取得 取得這個 equal sharing 這個平均分配的一個法則 那當然有所謂的 這些有些財產是不可能 還放進來 像繼承 或自己原有的婚姻關係當中 之前的一些財產 這有點類似 是不可以拿進來分配的 所以他在這邊不僅是同性異性 都可以放進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他基本上所採取 就是一個廣泛的一個 辦理的一個態度 那我的結 因為時間關係 我的結論就是簡單說 因為法律的這個真理 不是靠邏輯 是靠警 我們不能夠因為說 現行法沒有規定 所以我就不余於這個保護 那事實上從大法官位 還有一些判決當中 都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都是抱持著一種 我盡量承認你 但是 當然我盡量承認你 就像我事法的判決當中 他就有些選擇性 財產關係的 他就我不讓你雷推 身份關係的 我就讓你雷推 好像就是那種 我鼓勵你 不是我鼓勵你 我承認你這樣的一個勞動 可是我卻不反射出你的一個對焦 甚至於說像夫妻關係這邊 可不可以讓你取得這個 之後有可能這個財產分配 所以不能單純只靠法律說 沒有這樣的規定 我們不予於保護 而且在判決當中 事實上這個夫妻關係 已經被刑索承受 有一個家的功能 但只是說法律上 我還不給你家的這個權利義務 部分上面其實 還是做相當的限制 而且我認為說 憲法當然保障說 進入一夫妻妻制的 要給予制度性的保障 那當然是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要不要選擇 婚姻這個是分明的一個自由 那不進入這個婚姻的人 你不能一直去懲罰他 不能一直去懲罰他 或者是說 如果婚姻這麼好 讓我們的禮物力又這麼高 那怎麼樣去反射 解釋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不應該稱為說 說這個 趕快這個婚姻很好你進來 因為它畢竟 它是一個社會的一個 一個事實一個現象 那你如果不要它亂 或者說你如果 不要讓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那為什麼就不給予它 一個積極一點的一個 立法上面的一個成人去管理 或者說你認為它 這樣的一個夫妻關係 應該要受到你的規範 所以呢 這個就 如同我一開始就講的 這個 這個可能是 不是一個法律問題 但是它一個來講 它是一個 法政策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因為 時間關係 我在第 我有一點筆悟 如果各位手冊上 來得及更正的的話 在 應該在我的這一個 第四頁裡面 我這個 最上面這個 587號跟647號 講到 事實上 587號沒有講到 事實上 一個夫妻的一個關係 如果 這邊各位有看到 也 反省禮令 更正 所以呢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 不管進不進入了 都應該要給予一個保護 好 那時間關係 我們辦法簡單討論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陳崇良老師的 精采的報告 那 時間的掌握得也很好 在 報告裡面 從 對我 我的事務上的一些 判決 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也 引用了 這個 參考了 英國 以及 紐澳的一些立法 食物的見解 提出的批判 那 我 這個 我簡單 我再 幫你 較對一下 所以在第五頁的部分 第五頁部分的住巴裡面 住巴裡面 這個不是22年院自851號的解釋 不是37年院檢至3762號的解釋 那就請你把它檔一下 22年的話 不是事實上夫妻 是寡媳 是媳婦 跟公公婆婆的關係 這個你 再回去再看一看 是不是 其他的我想我就 不花太多時間 來實在評論 那我就 把下半場的部分 我們就 崔老師 馬上崔老師一下 謝謝 各位老師同學 神話好 非常感謝 這個會議安排 我和林老師一起主持 按照林老師的意思 今天下面的兩位報告人 以我來做一個介紹 首先是請來自北京大學的 錢美京教授 他作為一個 繼承法分辨的報告 錢美京教授最擅長的是無權法 這也是無權的延伸 是吧 我想肯定會給大家 帶來很多有意義的看看 好 請問 謝謝 謝謝 今天呢 我們在共享一下 關於這個 大陸的基層修改的一些問題 謝謝 因為這個 在中國的話 中國大陸這幾十年發展的 中國的社會結構 還有這個 財產造成 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個 那麼對於這個基地法的 多問題的話 甚至討論的 還不是特地被弱點 但是的話 有很多的學者 都已經關注到這個問題 那麼首先的話 我簡介推薦 為什麼要強調 對於大陸的基層修改 要以保護私有財產為核心 這個的話 在中國大陸有一個特殊的 社會對決 這個現行的中國大陸的基層修改 是在1980年 正式有當復實施的 那麼這個基層修改 應該當時 在三十多年前 大家知道的話 八五年的話 在中國的經濟體質改革 剛剛起步的時候 在之前的中國社會的話 是一個計劃經濟的社會 計劃經濟的社會 計劃經濟的社會的話 在婚姻家庭制度上的話 卓有演歌方面的問題 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 對於家庭的地位 我們一直把它經營為 養老育幼的這個一種單位 也就是說 家庭的話呢 在中國的社會當中 承擔著養老育幼的這個一種社會制度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的話呢 從社會 還有從這個國家呢 對於這個養老育幼的 這個養老育幼的話呢 很少或者基本的話呢 不承擔這種負擔 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呢 我們是一直有一個觀念 就是強調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是一種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 這麼一種態度的話 來對待個人財產的 它的一個基本的 比如依據的法律 叫說 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來防止個人 通過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 來佔有他人的生育勞動 也就是說去剝削他人 其實這麼兩點 那麼在1985年的計程法呢 即使對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家庭狀況 做了一些前瞻性的考慮 但是的話呢 現在來看 這些規定 這很多規定的話呢 都是已經非常過失的 比如說 它對私有財產的範圍的話呢 現今的過於的 就是過於的狹小 像這個基本上的話呢 85年的個人的遺產的範圍的話呢 主要還是一種個人生活資料的 這麼一種既成 以前既成法 列舉的個人財產的話呢 主要是圖書資料啊 生活用品啊 等等這些財產 實際上的話呢 經過這35年的變化 那麼這個個人財產的話呢 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不僅僅有了圖書資料 生活用品 也有了其他的房屋啊 土地使用權啊 等等 一些非常重要的財產 那麼如何保護這種財產的自由權 讓這些財產的話呢 在現實生活當中的話呢 發生更大的作用 這個是基建法修改的話呢 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麼這個 那麼對於這個基建法修改的話呢 我想我主要談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保護這個儀主自由的問題 這個保護儀主自由的問題的話呢 我想主要說這麼這個 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說要建立 以儀主繼承為主 法定繼承為主的這麼一種繼承體系 這個儀主 這個通過儀主繼承的話呢 讓儀主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意願 來處分自己的財產 那麼這樣的話呢 它可以使繼承的發生的話呢 更加符合當事人的利益訴求 所以的話 保護這個儀主自由 這個是我們基建法的領章 特別要強調的一個問題 那麼大陸的這個基建法的話呢 雖然從這個條文的規定上來看 是這個儀主繼承的話呢 優於法定繼承 就是在有儀主的情況下 實際上叫做儀主的繼承 只有在沒有儀主 或者儀主無效的情況下呢 才按照法定繼承來 來這個付個財產 但是事實上 在我們的立法的指導思想上了一下的話呢 我們首先是法定繼承 然後是儀主繼承 而且在實際生活當中的話呢 儀主繼承的話呢 實際上成了法定繼承的補充 在這個實際生活當中的話 大量的繼承 是通過法定繼承來實現的 這樣的話呢 就是說 這樣的話呢 就是說 使得這個儀主的分割的話呢 在很多方面的話呢 他沒有真正的體現 這個當神的意願 那麼要建立以儀主繼承為主 法定繼承為主的繼承體系的話呢 那麼 應當注意的是 首先應當適當的簡化 儀主繼承的證據 我們現在的話呢 對儀主繼承的話呢 這個 這個形象的要求的話呢 非常的嚴格 這個 那麼的話呢 就是應當 根據現在社會的這個發展 對於一些新的一些儀主形式 例如說 電子儀主等的這些形式的話呢 應當在適當的程度 適當的調整下的話呢 以為承認 其次的話呢 應當擴展的話呢 儀主的對容 這個 這個 賦予儀主人的話呢 一種 更大的一種 資質的空間 對 儀主的話呢 被繼承人 可以自行決定 增加體育繼承人 設定一定條件的 這個儀主條件 等等 只要作為違反法律的 進行的比例的話呢 那麼 這樣的儀主的話呢 在法律上 都應能承認它的效果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尊重和保護儀主自由的 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應當對儀主自由的話呢 的事情 設立有限的這個地方 概念 呃 從我了解的一些 法院的一些判例來看 就是說 法院的話呢 法官在事務當中 嗯 干預這個 儀主自由 比如說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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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古自由的 heh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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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這個 否 啊 這個 這個 反映了我们在观念上对于遗嘱自由的尊重是不够的 前些年在大陆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案件 在四川省的卢州 一个丈夫在外打工 他和另外一个女的在一起同居 在他去世之前 他提了一个公正遗嘱 把他全部遗产都移赠给和他同居的女的 而且这个遗嘱进行了公正 最后法院以这个判决 这个遗嘱违反了公序良俗为理由 否决了这个遗嘱的效率 这个判决虽然在社会上 很多人就为他叫好 赞成法院的这种态度 但是在法学界 很多的法学家对他提出批评 因为认为这种判决 过多的损害了遗嘱人的遗嘱自由 在中国当中 现在的社会条件下 由于社会处于极具的变革中 人们的家庭观念 私有财产的观念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那么像过去的传统 过去的这种一分一期制的这种 家庭格局之下 夫妻之间相互的这种 权利的形式和义务的遵守 那么在今天 那么很多人的话呢 是这种关键的话呢 已经比较淡薄了 但是传统的观念的话呢 仍然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么一种观念的话 在终究的情况下呢 那么法院 或者在我们的力量当中 怎么样在保护遗嘱自由 也就是进一步的保护 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 那么在法律上 射出一种明确的这种限制 对于个人的这种 这个移住自由的话呢 要有一个明确的这种 明智的限定 那么尽量的减少的话呢 在四方当中 过度的干预 这种移住自由的这种情形 这个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要调整 法律继承人的范围 调整法律继承的范围呢 它规定的继承的范围呢 包括了配偶子女父母 还有兄弟姐妹 左父母和外左父母 这个继承的范围呢 很明显是比较小小的 那么我们应当扩大继承的范围 扩大继承的范围的话呢 才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目的的话呢 就是尽量让财团 归于私有 因为在这个大陆继承法当中的话呢 它有一个规定 说无人继承 有无人受遗政的财团 如果死者身间是积极组织成员呢 那么这个遗产的话呢 要归积极组织 如果不是积极组织成员单 那么这个遗产的话呢 都要收归国有 那么在这个 这个积极组织的范围的话呢 故意狭小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就可能会发生大量的这种遗产 归于集体组织 或者的话呢 归于国家的这种情形 这个的话呢 与私有财产的保护的观点的话呢 是不相符的 这个 这个当扩大这个 扩大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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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大家知道 在大陆的话呢 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生育 那么 一个家里 一对夫妻的话呢 就只有一个子女 这样就没有了 在很多家里里面的话呢 没有了兄弟姐妹 没有了 职子 职女 就是 没有了兄弟姐妹 叔叔啊 叔叔啊 阿姨啊 等等的 这么一种关系 但是呢 所以的话呢 很多人提出来了 你这么扩大这个 这个继承的范围的话呢 没有意义 另外的话呢 这个 这个大家知道的话呢 就是说 呃 随着现在的话呢 人们的生活质量 生活水平的提高 随着这个保健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寿命的话呢 越来越长 是吧 那么像过去的话呢 四十同堂 五十同堂的情况 在今天的话呢 已经是非常少见了 那么基于这个情况的话呢 有人也不再 扩大基地人的范围 但是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现在在大陆的话呢 已经放下了这个 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这个 计划生育的政策 是吧 这个 这个 一对夫妻的话呢 可以有两个 两个孩子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家庭结构的话呢 就会发生变化 呃 因此的话呢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这个 扩大基层的范围的话呢 是 呃 有必要的 啊 那么 那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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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调整这个 这个基属顺 按照现有的基属 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说的 第二顺序的话 是修禁协会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只有这样的 这个两个继承顺序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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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学者的话呢 在大陆通过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实证的调查 呃 这个了解到 就是从大陆的一些 民众的 基属医院来看 大多数的被调查 被调查者的话呢 都希望 配偶和子女 作为第一顺序的基属人 而父母的话呢 再作为 作为第二顺序的基属人 在有子女的情况下 父母的话呢 一般 不基属 这个 这个 那么目前在大陆的话呢 实际上子女和父母的话呢 规定为 同一税 顺序 这个很多人认为的话呢 这个不符合 民间的习惯 这个 的确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调查的情况的话呢 反映呢 在大陆 大陆的话呢 很多人对于 基属世卫的 基本的一个看法 嗯 但是的话呢 这个 不带着一个 一个 大多数人的 这个意见 就是说 在现实中 当中的话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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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母辈 对于 这个 这个 孙子辈的关爱的话呢 并不比 父母对子女的 这个支持少 将 就是 将这个遗产的话呢 留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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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基属世卫的子女的话呢 在被基属世卫的父母来看 不存在这个心理上的战害 啊 但是的话呢 在基属世卫的子女 仍是未成年人的情报下 如果让基属世卫的子女 获得了大量的财产 嗯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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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他的遗产都被孙子女继承了之后 将来都由他仍然活在的生母来管理这个资产 他可能觉得这样会有问题 另外如果他的生父或是生母再一次结婚 他可能会产生对他再一次结婚的配偶不信任 所以如果把主要的遗产都认为应该由子女来继承 在中国大陆的家庭脊弱和社会关键上来讲 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所以对于这些学者的调查 我个人认为父母也是尽当作一个主要的法律继承人 除此之外的话 目前配偶作为第一身为继承人的法律规定 在实践当中的效果也有很多人提出的批评 因为现在的规定 配偶是固定的第一身为继承人 在没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 就是没有子女没有父母这样的法律继承人的情况下 全部的遗产都有配偶来继承 这样的话很容易产生配偶 与被继承人其他的血清之间的一种矛盾 因此的话我建议的话 就是说应当将法律继承的顺序改为 第一顺序是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 第三顺序是祖父母去外祖父母 第四顺序是兄弟姐妹的子弟 第五顺序是旧 叔 掰 姑和乙等亲叔 而配偶的这种顺序的话 可以采取德国的立法 采取无固定顺序或者零固定顺序 可以根据法律继承的顺序设置三个梯度 依此增加配偶的继承份额 当配偶和第一顺序的继承的时候 他获得1分之1的遗产 当配偶和第二顺序或者第三顺序的继承的时候 他可以获得1分之1的遗产 当他和第四顺序或者第五顺序的继承的时候 他可以获得2分之2的遗产 这样的话呢 合理的解决的话呢 配偶的继承权和血清的继承权的写承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明确接近遗产的范围 明确接近遗产的范围 最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要扩大遗产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继承法的话呢 是用列举的方式 列举了个人的遗产 那么我认为的话呢 应当用法律的话呢 限定一下哪些明确规定 哪些不可以作为遗产 那么其他的个人的合法财产的话呢 都应当作为遗产来继承 这个第四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要对现有的 这个遗产抚养协议制度来进行改革 这个遗产抚养协议制度的话呢 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特有的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这个规定的话呢 就是公民可以与抚养人 签计遗产抚养协议 按照这个协议的话呢 抚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丧的义务 享有受遗产的义务 那么公民的话呢 也可以与集体所有组织签计遗产抚养协议 按照协议 集体所有组织承担该公民 生养死丧的义务 享有受遗争的义务 对于这个遗产抚养协议的话呢 我认为主要是从以下这本 两个方面来进行改革 一个改革的话呢 应当实在地放宽 遗争复养协议的主体 过去我们现行的计政法的话呢 遗争复养的主体的话呢 主要是农村集体组织 而我们知道的话呢 经过这么三十多年的改革 农村集体组织 是在很多地方的话呢 已经明成失望了 很多的农村集体组织的话呢 它也没有什么财产 经济上的能力 这样的话呢 有这个农村的经济组织的话呢 来承担 抚养的这么一种义务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建议的话呢 扩大到一些 养老的公司 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另外的话呢 从个人来讲 我们现行的计政法呢 是把法定计政人 排除在 排除在 遗争复养协议的复养人之外 那么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就是说法定计政人 也可以 遗争复养人的话呢 在身前 遗争复养协议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法定计政人的话呢 已经承担的 在这种善养或者 扶养的义务的话呢 进一步的明确的具体 第二点的话呢 是要增加 对抚养人的合法权利的保障 对增加抚养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的话呢 那么一个 是要建立遗争复养协议的 预告登记之中 再一个的话呢 要厘清 遗争复养协议 与这个遗争人身前 与其他债务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种债务的关系的话呢 就是要明确 就是说这个一尊扶养协议所产生的 扶养人的这么一种 它的债权 与普通债权在心理上的话呢 没有根本的区别 但是的话呢 一尊扶养协议所形成的这么一种债权的话呢 还是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的话呢 在法律上的话呢 对于这种债权的话呢 对于这种债权的话呢 要给一种特殊的保护 基本保护措施的话呢 我就不再细说了 好吧 总的这个意思的话呢 就是还是要扩大这个债权的范围 保护这个自然人的话呢 它这个债权的自由 从这个程序上 从形式上来保障的话呢 这个债权的实现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感谢秦明教授的报告 他的报告引起了很多的回忆 就是由于时间很紧 在这个场合 我就不再回忆吧 先来请杨静腾讲师进去报告 他这个题目在我看来也是很好奇 我想可以感谢大家好多的心情 请 大家好 我是澳门大学法学院的梁静恒老师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澳门父亲财产制度 背后的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然后澳门的民法典里面 父亲财产制度的发展取向呢 它体现的是在婚姻制度里面 一种人生权和财产权结合的一个问题 然后所以呢 父亲财产制度它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的 它是和夫妻的这个人生权的变迁 紧密相连的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夫妻财产的存在 对于一个已婚的人士来说 他的资产状况会有什么影响呢 所有婚姻行为的问题呢 它都和配偶双方的当事人的一个 共同的公平利益是相联系的 那夫妻财产制度呢 它又区别于一般的习惯 并且呢它适用于所有的婚姻里面 法定的夫妻财产制度是具有强制性的 是简单和复合的财产制度的一种方案 这种配偶之间的财产上的联系呢 它是基于配偶的身份 是一种以人生关系为基础的一种财产关系 所以呢 当这种人生关系解除的时候呢 夫妻财产制度呢 它就不再对配偶上班的资产进行约束 还有规范了 那配偶间的关系 它存在着一种宽泛的一种自由的同时呢 这种自由也必须受到尊重 夫妻财产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然后在澳门的民法典里面的夫妻财产制度中 对于已婚人士的资产状况影响最大的制度呢 就是一般共同财产制 在这样一种财产制度下呢 夫妻双方婚前婚后的财产一律都是共有的 而这种共有呢 是一种共同共有 它区别于单纯的一种共同所有权 也就是说配偶双方 它一旦定义了这种财产制度的话 他们对于彼此的婚前婚后的所有的财产 都共同拥有所有权 除分权等等 就除了一部分很小很小的很小部分的个人财产之外 那其他的财产 它财产上它的一丝自制呢 是受到配偶另外一方当事人的一个限制 这个是澳门夫妻财产制度里面 对于配偶双方财产制 规定最多的一种规范 它延续了婚姻最传统的一种夫妻一体主义 在财产上是完全结合的 它促进了夫妻经济上的一种合作 它对于家庭的保护力是最强的 它使配偶双方在婚姻家庭中付出的最多 但对于配偶各方的财产的一丝自制的空间 就是最小的了 也就是配偶双方 它一旦选择了一般共同财产制 它就相当于失去了对婚前婚后 所有财产的完全自主的一种权利 而且它完全处于配偶双方当事 共同共有的一种状态 它这种共有的一种权利 它还包括你对于配偶未来 可能取得的一些财产的一个期待的权利 哪怕是你譬如一个媳妇 她对于她的丈夫的爸爸如果去世的话 哪怕她丈夫一家人对于爸爸的遗产没有分割的意愿 她这个媳妇也可以去提出分割她公共的财产 就是因为她选择了一般共同财产制 然后第二种财产制就是取得共同财产制 对取得共同财产制而言 就是配偶双方的财产只有在婚后 或者说使用这种财产制度以后 才会产生一种共同共有的财产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 已婚的配偶当事人对于自己婚前所有的资产呢 是享有充分的一资自制的权利 但是婚后取得的财产呢 它就要受到另一方配偶的一种约束了 因为婚后的财产是属于配偶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共有的财产 而在澳门的法定财产中呢 最自由的就是分别财产制 在分别财产制里面呢 配偶的双方当事人 他并没有付出共同共有意义上的一种财产 所以即使已婚的话 选择了这种财产制度以后 配偶双方当事人 他们对于自己的资产呢 有始至终呢 都有充分的一资自制的权利 那分别财产制 是在澳门民法典里面 给予了配偶双方最大自由的 最大应私制制范围的财产制度 但是为了保护家庭的利益 对于家庭居所的资产呢 无论是属于配偶哪一方所有 他的处分呢都会受到约束 在这种夫妻财产制度下 配偶双方对于财产的应私制制的程度 几乎就是达到没有结婚的一种状态 只有所谓的家庭居所 会受到约束限制而已 所以这种财产制度下呢 夫妻财产的强制 只有对于家庭居所的限制 夫妻双方在结婚后 经济都享有最大的自由的程度 所以在澳门最多就是做生意的或者一些有钱人 他们结婚都是倾向选择更便财产制 然后在1999年澳门民法典的夫妻候补财产制 就是取得财产分享制 取得财产分享制呢 就是在这种夫妻法定财产制下 夫妻双方也不存在一个共同共有的财产 即使他们是已婚或者选择了这种财产制度以后呢 夫妻双方他对于各自的资产 也是享有充分的一丝自制的权利 但是在最后夫妻双方婚姻结束的时候 就要买单了这种财产制度 就是或者他停止使用这种财产制度的时候呢 在婚姻存续期间 也在财产增加的多的一方 就需要对资产增加的少的一方 就是进行一些补偿 又作为一种对于婚姻关系中 可能是可以说是弱者 也可能说是他为了家庭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投入的更多的那一方的一种补偿的机制 所以但是他相对分别财产制而言呢 他的强制内容是更多的 然后我们讲讲澳门的夫妻财产 他不得变更的一个原则 在1999这不得变更的原则呢 是澳门的新民法典 就是1999年的民法典 和1966年民法典 就是对于夫妻财产制度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于这个夫妻财产的不变原则 夫妻财产不变原则呢 它就是使夫妻财产的 就是需要从一而终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或者结婚之前 你选择了这样一种财产制度的话 中间就没有任何调整的余地了 就是对于夫妻财产制度 是一种很严格的强制性的规定 哪怕你们之后婚后自己想定什么一点点的协议 把这一个房子给了配偶集中的一方或者怎样都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调整的余地 但是到了1999年澳门的民法典里面 就已经摒弃了夫妻财产制度对的不变原则了 因为这种原则它原来呢 就是为了保护夫妻财产规范的一个稳定性 用来实现配偶之间 避养了婚姻的一个初衷 并且呢在这个SR点建立的时候 男女的平等其实还没有达到今天的一个水平 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规定呢 主要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在婚姻中 很多弱者的一方 多数都是女性 因为在她为了不让女性在婚后 会一会受到丈夫的压迫 而失去了递间婚姻 所确定的那种权利 但是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即使递间了婚姻 尤其是到了现在 近代现在 性格之间的平等已经达到了 已经得到了大部分法典的确认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法律对于夫妻财产制度规范的一种放宽 更是为了保护夫妻双方在婚姻财产制度上的一种一丝自制 虽然在澳门民法典里面 在夫妻财产制度中的进一步的发展 使不合时宜的一种强制性规定 做出让步 然后我再讲一讲 平等 对于夫妻财产的一种影响 夫妻财产制度呢 它的发展 关系到配偶间的平等 这个制度的一种体现 它承认了配偶各方 它在家庭关系里面的一个独立人格 特别是在夫妻关系领域的一种公平的体现 那这种夫妻财产制度 它承认了配偶之间的平等 以及相对的一个财产独立 那它有什么体现呢 首先呢 分析了具体的夫妻财产制度下的具体的夫妻财产的一个地位 对于结婚 对于婚姻后恢复单身的人 夫妻财产制度也应该对配偶双方 就有一种相同的或多或少的 让他们能够适应保障 他们能够在独立自由生活的一种权利 对于婚姻存续期间 以及婚后保障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 如果只是透过普通的合同 对于夫妻财产进行约定 可能就对于夫妻之间的一个平衡 仅仅是一个最低的保障 就如同普通人之间地接的合同一样 但对于夫妻的人神性没有充分的体现 在一段婚姻关系里面 配偶的一方或者双方 他都有可能就是对婚姻付出了很多 包括了经济上的付出 因此如果婚姻结束以后 夫妻财产制度不能保障他之后的一些生活 不能给他之后的一些生活 提供一点支持的话 就有可能使一些人在婚姻中 以后也不敢付出太多了 这样就会影响到整个家庭质量的问题 然后第二呢 我们要承认 要承认配偶间财产的一个相对独立 这是夫妻财产制度近代发展的一种趋势 财产的组成 它导致复杂的夫妻财产状况共存 那么法律也应当推行更多自由的一个处理方案 因为夫妻财产制度 最终是一种多元化的发展 已经成为近代家庭结构多元化的一种验证 和夫妻财产的组合 也许有许多新财产的出现 例如保险金、养老金等等 以及一些投资多样化 使得夫妻财产的发展 它越来越趋于多元化 其实这个和夫妻的人生关系有很大的联系 本来家庭 现在的家庭 它也是越来越趋于一个多元化的组成 它不一定是一夫一妻 还有孩子组成的 也许是一个单一的配偶 然后他带着孩子 他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也许是爷爷奶奶和孩子 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甚至同性伴侣 同性伴侣之间 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然后 从世界上很多案例来说 其实婚姻这个概念 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去向于自由了 它性别越来越不限制了 人数也开始不限制了 以后 会发展成怎样呢 夫妻的婚姻财产制度 也一定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去进行一个多元化的发展 它可以配合得上一个越来越自由的婚姻 然后最后我就讲一讲 澳门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原则 还有一个目前的趋势 自由思想的胜利 它在司法范畴没有引发 可以比你宪法 可以比你实政法 或者其他部门 就如同一些司法组织 诉讼法 税法以及经济法方面 那么显著的一个改革 但是呢 现实中 夫妻财产制度 是越来越灵活了 所以主要有几个原因 就是因子自治的原则的延伸 它引入了夫妻财产制度 那么夫妻平等原则的贡献 以及女性解放的一个结果 那么因子自治原则的存在 其实它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婚姻的利益 就是防止配偶一方在财产上 伤害另一方的利益 就使得配偶双方当事人 对于约定都有一个平等的发言权 澳门的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趋势 其实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 后补财产制的发展进行一个窥探 在澳门1966年以前的民法典呢 它就规定我们刚才第一次讲 第一个讲的一般共同财产制 作为一个后补财产制度 是一种婚前婚后财产都共有的一种财产制度 然后到1966年澳门的民法典呢 又把取得共同财产制 规定为夫妻财产的一个后补制度 然后对于婚前财产不共有 婚后财产共同共有的这样一种财产制度 然后到了1999年澳门的新民法典呢 就规定了取得财产分享制作为后补财产制度了 在这样一种财产制度下 就是以一个分别财产制的基础 然后在婚姻结束时候 需要买单 需要补偿的一种制度 然后可见呢 在夫妻财产制度 已经从单纯的共同财产制 发展到在分别财产制下 规判下 兼顾夫妻配偶双方利益的一种财产制度了 从以及家庭利益 那么虽然呢 夫妻财产制度变得更复杂了 但是总体而言呢 它是对于一丝自制的一种追求 束缚越来越少了 它也迎合了人类生活追求的一种多样性 法律价值的一种开放性 那么在澳门 在澳门的不同时期 社会结构 家庭社会之间的一个关系模式 以及立法里面 价值取向都有差异 所以呢 夫妻财产制度 这一种身份行为和财产行为 本质上都离不开 我们社会的一个大的背景 今天的婚姻家庭里面 个人本位的权利益师 已经逐渐在增长 也不能完全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颠覆 家庭婚姻在社会里面的属性 以及它的一个理论本质 所以呢 一丝自制 它就是对这个个人本位权利 提供了一个法律载体 而强制呢 又为保障家庭和社会的家庭的社会属性 以及伦理本质提供了条件 所以呢 夫妻财产制度 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 它更倾向于一丝自制的一种发展 而婚姻家庭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发展 所以婚姻已经不能看成一种 就是对社会的一种保障 也不能把它开成一种 基督人婚姻 我就得到了一个铁饭碗 婚姻只是暂时我们社会里面 大多数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然后我今天的讲话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梁昂老师 蒋老师 陈老师 感谢梁老师 我们共同 由于时间超了 然后我们就到这 各位有疑问和讨论 等到总的中国讨论 再进去 我们就到这 好吧 第一场会议